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來到深水埗 當然要朝聖 去黃金商場 一直都喜歡去黃金商場 看看一些傀儡物品 不過今天特別一點 去拿東西 拿些什麼呢 一會大家就知道了 太早來了 原來的東西都還沒開 吃過早餐就唯有 不是太早 我太早 是我被睡的 知道嗎 不知道現在什麼事 今天很早已經很多人排隊了 現在就吃這個韋姬 吃到什麼 這裏最有名的就是那些 忍柳麵 牛肉麵 裡面的材料非常足夠 就是來了 就是那些牛肉汁 超級厲害的 這些是有名的地方 很棒 這就是駕央多 滿足 吃完了 其實十幾年前 我就已經來吃過 不過呢 這次我發現 味道不同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 維基以前的湯比較濃 這次呢 開始呢 我就發現 稀了一點 肉汁味 其實這家店就是賣肉汁味的 但是我覺得 就 沒有以前那麼濃 始終 十年不同了 但是多人了 以前經常去這家店 收拾了 很多配件賣的 任務完成了 不過 奉獻大家 沒有什麼就真的 不要來深水埗 因為 太多東西陳寶 荷包好快 沒有了很多錢 先回去吧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奇Jack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這個環節 就是Jack in the Box 開股啦 今次呢 我找到這個產品呢 就是這個 Kingston Canvas React Plus SD 記憶卡 KINGSTON這個牌子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因為它出了名 就是生產記憶卡 Hot Disk 以及記憶體RAM 所以大家對這個大品牌 就是不多不少都有信心的保證 今次這張記憶卡仔 有什麼厲害之處呢 一個字 快 而且它聲稱 全港第一張可以支援8K 這個超高畫質的讀取記憶卡 如果是這樣 真是挺厲害的 不過在介紹之前 都想跟大家看看 記憶卡上面 一些標記和數字 究竟代表什麼 通常在記憶卡上面 我們大家最常見 最懂得看的數字 當然是它寫著 它多少個 Mbps 這個是代表它的 最高傳輸速度 當然 越高數字 當然越好 不過大家都不要被它騙到 因為它都是表示 一張記憶卡裡面 最高速度的數字 但一般應用的時候 就真的未必可以 全部都是最高速度 例如一輛法拉里汽車 最高時速達到250公里 但不代表它每一刻 都會發射到250公里 這麼快 即是跑車都要休息一下 所以這個數字 大家不要在意 我們反而 要留意其他旁邊的代表數字 最重要的是 大家應該買上面寫著 SDXC這些卡 因為它是用了XFET這個格式 所以錄製的時候 就不會像寫著SDXC 走FET32 這種以前的格式卡 每4GB 就要停一次 分開檔案 錄製 真的很麻煩 而其他上面寫著的數字 就是它最低的寫入速度 就像一個U3 它的字就是最低有30MBps 這個是寫入速度 但更重要就要看它旁邊 因為它會寫著一個V什麼的羅馬數字 好像1和2的標誌 V是代表Video 最低的寫入速度 一般可以分為V10、V30、V60和V90 如果你是拍攝4K的時候 就一定要買V30起步的記憶卡 就好像我經常都會用的 Insta360裡面建議的記憶卡 都是要用V30起步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輕鬆拍攝4K和8K 就一定要由V60開始了 當然有V90當然是最好 因為它可以輕鬆拍攝8K的片段 當然價錢相對地一定是貴一點的 但說了這麼久 有沒有發現內容和資料好像似曾相識一樣呢? 當然我就是Edwin的粉絲 我也是看他的影片來學回來的 如果大家想看他的詳細內容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Edwin的影片去詳細解釋 不如這樣吧 我們直接打給Edwin問問他更好 喂!Hello!Edwin! 不是,Professor Win 我現在正在直播中 不是,正在直播中 正在錄影中 上了鏡頭 先跟觀眾分享一下 Hello! Hello! 阻不阻礙你? 沒阻礙你 沒阻礙,沒阻礙你 怎麼了? 我正在準備一段影片 哦,據問你不用睡 哈哈哈哈 我剛剛有張 我有一張Kingston的Canvas React Plus 這張卡 就好像幾快 但其實我上網就看了這段影片 不過我就想問一下一些問題 請教一下你 Professor 嘛 知道嗎? 作個Professor 的名字 哈哈哈 你太多資訊了 我想問你這張卡 我上面寫著V90 其實V90 速度是不是很快 V90 即是它最低寫入速度 可以去到90 即是 一定有90 當你用來拍片的時候 是最快的 現在SD卡來說 都算是最快 即是如果拍攝4K 就一定沒問題 拍攝4K 完全沒問題 拍攝4K 是嗎? 哦,這樣也很快 我想問一下你A1 上面有什麼意思 A1 是放進手機裡使用的 噢噢 放進去有些智能的裝置 你打開一些應用程式 它就會快一點 哦 我記得 你上面的影片有說過 即是其實是什麼 隨機抽樣去測試速度 是嗎? 卡到拿些資料出來的時候 就不是順序拿的 是在卡到階其的地方拿到的時候 那個速度可以到它說的那個速度 哦,OK 那其實都可以 喂,謝謝你 喂,幫我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真的很快出到影片 你是不是真的不用睡 我真的很厲害 哈哈哈哈 喂,好啦 喂,大家記住 看看Edwin的影片 喂,謝謝Edwin 拜拜 拜拜 有Edwin 去說的 那當然是相信 是不是 Kingston Canvas React 提供高下能和速度 適用於一個標準的專業相機 更加可以拍攝4K 甚至現在可以拍攝到8K的影片 以及高畫質的照片 都是沒問題的 這張記憶卡 是符合最新的UHS-II規格 U3和V90的速度級別 即是剛才所說的這麼快的速度 可以有高達285MBps的傳輸速度 進行連續拍攝模式攝影 還有包含這個讀卡器給你 這個就是Mobile Light Plus UHS-II的SD讀卡器 如果配搭這個讀卡器使用的時候 當然速度會快很多 以及可以避免低速效 或者不見了格數 一些Drop-in的情況出現發生 所以大大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我想可能大家有時試過 你真的去讀卡的時候 或者是剪片的時候 都有Drop-in的情況出現 這個可能就幫到大家了 如果使用這個時候 可以優化製作的流程 和輕鬆處理一些繁重的工作 同時能夠捕捉到 一些劇院級數的高品質影像 不如跟大家測試一下 它的速度是否真的這麼快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 為什麼它的速度只有九十幾 我也研究了很久 原來一般能夠達到UHS-II格式的記憶卡 它們的底部都有兩行的電導槽 比起一般的 是多了一排的 所以就好像現在這樣了 但是它的接駁卡的SD大卡 留意之下發覺只有一排而已 就是說它讀卡的時候 如果用這張大的讀卡器 就不能夠支援它這麼快的速度 但是如果用它這個 Mobile Light Plus UHS-II 的SD讀卡器 這個速度大家可以看看 可以真的去到250MBps 就是說大家都不用怕 原來這張卡的速度 真的可以這麼快 之後我就問代理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配搭呢? 原來是我自己不留心 因為我看盒面上面標示 大家看看這裡 原來它這款旁邊已經標示了 它是給一些航拍機 或者一些運動相機專門去用 所以是一張這麼小的卡 而這個那麼大的SD大卡的接駁器 只不過是附加給你使用 就好像拍到一些8K的Cool Cam 以及Insta360 1R 1吋鏡頭的5.3K 如果像我們平時般用到相機 用這張大的SD卡 就應該要買另一個款式 所以大家購買之前 記得要看清楚 至於大家有沒有這麼需要 真的用到這麼快的記憶卡 就讓大家來決定 不過價錢真的比普通卡 真的比較貴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作專業的攝影 大多數都跟我一樣 拍4K的時候 我想這張卡真的會比較穩 不過說真的 將來一定會有攝影的時候 是去到8K的 這是一個趨勢 到時可能 這一類型的記憶卡 都會十分普及 今集我就介紹到這裡了 我是奇jack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方的小鈴鐺 我有最新的影片的時候 大家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記得留意我的Instagram 以及Facebook Fan Pag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記念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